由小沿坑登山口沿着步道走到这儿 您对于沿途的刺鼻味道 以及冒着白烟的现象 还有光秃秃的岩壁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好奇呢 这些都是大屯火山群 明显所留下来的厚火山活动现象 大屯火山群有近山断层和坎角断层经过 在近山断层周边有许多裂器 火山活动停止之后 地下一热让地底下蒸汽压力变大 于是沿着裂器喷出地表 形成温泉喷气孔等 让岩石也因为火山的热衣患殖作用而变得脆弱 在眼前看出冒出的气体当中 主要是以水蒸汽为主 但其中还含有二氧化硫硫化氢 那他们在出道洞口的时候 会因为温度降低 而在洞口形成黄色的硫磺结晶体 喷气孔的温度一般来说都相当的高 在服务站内有喷气孔温度的及时监测荧幕 显示小油坑喷气孔的温度约在95.4度左右 而这里喷气孔的温度也有80度以上 由于喷气孔温度相当的高 而且带有含流成分的气体 会刺激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 所以再次要特别提醒各位 当你来参观 养民山国家公园这种独特的后火山活动现象的时候 请记得保持距离一次安全